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还有一个电感器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从这边做过去好了 这边一路做过去 我就把图画在这里 RL 直流电路 我们曾经讲过RC直流电路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RL R就是代表电阻器的电阻 L就是代表电感器的自感系数 好 我们把这个画在这里 好 这是一个电路 这两个是电阻 这个是一个电感器 在起初的时候啊 我们假设电感器里头没有磁场 没有磁场 它必须通电才有磁场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S啊 接到第一个街头里面去 好 我这里写T等于0 就是说我在把这个switch 接到position 1的时候呢 我开始计时 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时候一接通啊 它电流就要从这里过去啊 本来这里没有电流啊 那你突然要有电流呢 那么它就反对了 它 它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跟你的电流方向相反 是这样子 所以啊 等于说这里有个电压是这样 这个感应电动势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电流不会太大 因为两个电动势啊 方向相反 所以电流呢 就开始啊 开始有了 但是不会一下子变成很大 可是啊 这个电流啊 只要有电流 只要有电流 电流 过来的时候啊 它是怎么样 慢慢过来 慢慢增大 电流啊 慢慢增大 慢慢增大 一直大到什么地方呢 等到这个 它 比如说 它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这个感应电动势不能够永远都 永远都那么大 好 那么 它会慢慢变小 慢慢变小 慢慢变小 那么变小变小变成零的时候啊 那这个 电动势呢 就最大 对不对 所以它的电流是从零开始 变到最大 好 最大 好 那么 现在我们 在T等于T 在T等于T的时候 这个上面的电流是I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Polarity画出来 VL 反应电动势跟电流相反嘛 好 于是 这个通了 对不对 那这个通路里面我们应用 科西合乎的电压定律 把这个 压身跟压降把它 相等 压降的总数 等于压身的总数 好 我们说 S 接到 位置1 位置1 OK 好 我们说 经过T秒 我们假设 经过T秒中 线上的电流是I 好 则 有K VL Kerchoff's Voltage Law 我们就得到 Circuit Equation VR1 加上VL 2个压降 等于1个压身 等于1个压身 好 这个压降是什么 电阻的压降 就等于电流 乘上I1 它是I1 乘R1 这个呢 我们已经把Polarity画出来了 我们现在只要绝对值 我们现在只要绝对值 那它就是等于L DI OVER DT 因为DI OVERDT是增加的 L 这个是正 这个也是正 它的方向是跟电流相反 它加一个负号就是跟电流相反 Negative sense 我们已经画出来了 所以就是这个 然后呢 要等于V 这就是它的Circuit Equation 你解这一类的问题 第一个要把这个式子要能够写得出来 那我们看它的初态 起初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 电流是零 它从零开始增加 I1 等于零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 这个是零 那DI 那DI OVER DT呢 DI OVERDT 就等于V OVER L 电流虽然是零 可是啊 电流的时间变化率不是零 电流啊 随时间增加 这是正值哦 随时间增加 好 当T Approaches Infinity 的时候啊 我们知道 DI OVERDT 一定要等于零 因为你 你电流的增加率啊 不能永远持续啊 不能够说 永远的 变成最大 不能永远最 变成最大 好 所以就说它这个时候有 电流在增加 但是等一等到电流增加率没这么大了 电流增加率的大小在递减 虽然是递减 虽然是递减 就是说 没那么大 可是 只要有增加率 电流就增加 对不对 所以这个 线上的电流在增加 那最后呢 它衰减衰减变成零啊 这个是零的话呢 那就代表 它的I 是什么 这没有I1 就是I I就等于V over R1 这是最大 这个时候的电流啊 最大 最大值 OK 好 现在我们知道 T等于零跟T 我这写等于零就好了 T等于零跟T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些I跟DI over DT的值 那现在我们要问 T介于零跟无穷大之间 电流跟时间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就看 好 T 零 小于无穷大 那么它就是这个式子 I R1 加上L DI over DT 要等于V 好 我们现在 把这个 全部都 除 被R1来除 好 那这个就变成 R1 DI over DT 好 我都成一个负号 好 那这边就变成 I 加上I 减 V over R1 那我们现在要求电流 你就把有电流的这一项全部放到这一边来 好 好 这个就等于 负的 R1 over L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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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积分 T等于零的时候 电流是零 这没有I1 那怎么老师写个I1 I是零 好 任意时刻 它的电流是I 好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积分出来 来 Natural logarithm I over V over R1 好 那么I等于零 到I等于I 那这边我们就直接 西分就好了 好 这样子 好 那这边就变成 Natural Logarithm I -R1 V 0 的话呢 就是这个 好 要等于 负的 好 我们用logger 就可以得到 就是等于V over R1 乘上 一解 Exponential 这个 I1等于这个 OK 那么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link L over R1 等于 Talk1 这是时间长数 我们就直接写这里好了 好 它就等于 V over R1 1 减 Exponential T over T1 好 这个 这是 注明在这里就好了 好 那么 它的 函数曲线呢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它有个最大值 最大值就是V over R1 然后呢 它是 增加上去的 是这样子的一条曲线 好 当这个 I 当这个 T 等于 Tone 1 的时候啊 那么 它是等于 Exponential 负1 次方 负1 次方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啊 这个是 这一倍的Tone 那这个是 这个时候 它是R1 1 解 Exponential 分之一 时间长数 跟我们上次讲的 RC 那个 E是一样 那时间长数 可以由 这两个 数值啊 来决定 时间长数越长 它上升的越缓慢 时间长数越短 它上升的越 极致 好 求了I之外 求出I来 然后我们要求什么 DI over DT DI over DT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被T 来为分 那第一项就是0 第二项 它就变成 V over L Exponential 负的 R1 over L T 或者是等于 V over L Exponential Fu R1 Fu R1 Fu的T over T Overtile Overtile 1 OK 那这个是一个增加的 就是说 我们电流是越来越小 电流是0 不是说越来越小 电流起初是0 但是 它有一个电流的增加值 它电流有个增加值 但是增加值啊 起初最大 慢慢变小 然后它的 因为有增加 电流随时间增加 所以电流就越来越加 越来越增加 那这个是Di over DT 它起初最大 后来变小了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条曲线 那最大的地方就是V over L 好 现在我们要问 我知道电流的值 那么 VR1 跟V L 我要怎么做呢 VR1 它是等于 I V R1 它是等于 R1 乘上R1 乘上R1 那么你就乘这个就好了 所以它就等于V 1- Exponential R1LT 或者 等于V 1- Exponential T over T 这个是V1 V1 VR1 那么 VL怎么做呢 这两段Polarity已经写出来了 所以我们只要写什么 它就是等于这个 绝对值 它现在这边是正的 所以它就等于L 乘上这个 所以它等于V 所以它从V开始 然后降下来 然后 Exponential 也等于V Exponential T Overtile 这回去你都要 再做一遍 你看懂了 然后你自己做一遍 OK 不要用操的 做一遍你就会知道要怎么做 好 现在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你这个 变感器 你看 T等于0的话 1-1就是0 I等于0 我把它 我先写这个好了 I等于0 好 T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是0 就是V over R1 这是最大电流 这个就好像什么 好像啊 这个电路里面把这个短路了 没有它的存在 它是一个理想的电线的时候 所存在的值 那么于是 我们就 这个是什么 这就好像 它是断路一样 这辞路不通 电流不过来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 T等于0的时候 这个相当于断路 T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是短路 这要记住 这个要记住 这个要记住 上一次不是讲RC电路的时候 capacitance也有一个吗 好 你这两个一起记 你这两个一起记 好 T等于0的时候capacitance是短路 T到无穷大的时候 capacitance是断路 这个要记住啊 很多 因为你要做这种问题啊 现阶段啊 你还不会解维分方程 啊 没办法解 所以他都是 出一个陷入 吓唬你啊 以为很难 其实啊 他只是要你求 这两种状况而已 只是要你求这两种状况而已 我现在出一个 另外一本书的一个例题 给你们看啊 好 这是他的电路 这还没有接通啊 电路还没有通啊 这三个电阻一模一样 这两个电感器也一模一样 这样连结 他现在要求什么东西呢 求电流I 求这个地方的电流I S 接上去的瞬间 第二个是 S 接通许久 接通以后很久 你怎么做 你如果要解那个维分方程那还得了 怎么解 他呼你的这个题目啊 你只要懂得这个 几秒钟就做出来 A A是什么 T等于零的时候 关上去 关上去 我们说过 T等于零的话呢 电感器都是断路 都是断路 OK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电感器 你这么写一下 这是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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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它的等效电路就变成这样子 等效电路就变成这样子 凡是这个地方都变成断路 凡是这个地方都变成断路 这里没有 好 这里呢 电感器所在的位置是个断路 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电流啊 不会经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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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就直接走这条路啊 这条路啊 这样子走啊 电流就这么走了 I就这么走了 所以这个I等于什么 这是个串联电路啊 E over 2 OK 如果他告诉你这个数字 你就可以带进去啊 他通常会给你数字 如果这个是18伏特 1等于18伏特 1等于18伏特 2等于92等于9欧姆 2等于9欧姆 这是短路 这个 跟原来一样 这个 这也是短路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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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变成什么 三个电阻的串联 对不对 三个电阻的串联 那你可以把这个电路就变成这样子啊 把这个变成一个等效电阻啊 把这个变成一个等效电阻啊 这是R Equivalent R Equivalent 那我们知道 REquivalent分之1等于R1分之1等于R3倍嘛 就等于R分之3 所以它的电流呢 EMF over R R这个 它就等于R3倍的OVERR OK 好 那就是 等于2的3倍 2A的3倍 这不就做出来了吗 都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被它吓唬到哈 你要求 它求I等于0跟无穷大的时候啊 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 我现在再随便 我随便出一个题目哈 好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电路 我这个switch还没有关上去哦 还没有关上去哦 这里有一个电阻器跟电感器 这随便它怎么写 随便它怎么写 啊 四个 四个 microfara 随便它写 好 我们现在要求 求 I A 就是 S 接上的瞬间 接通后 许久 许久 那做法跟那个 一样啊 A A 记得 T等于0 这个 T等于0呢 这个是段路 电容器是短路 是短路 那这个 这个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好 这个变成断路 这边是断路 哇 这个 好 OK 这个断路哈 这个呢 这个呢 是短路 那现在电流怎么怎么流啊 电流怎么流啊 好 电流从这边过来 这边过来 断掉它就不走 对不对 它就走这一边 然后这里呢 然后这里呢 短路 这个被它短路 它全部走这里 这里没有电流通过啊 是这样子的走法 这样走法 好 那么 I 就等于 我们直接写好了 人性假设它是多少 我还没写出来 十二伏特好了 十二伏特 被这个 三欧姆来除 四安培 好 好 那么 当T approaches infinity 好 这个时候 电感器是短路 电容器是断路 电容器是断路 所以这个 就变成这样 这样 这个是短路 好 变成这个是短路 那现在电流怎么流啊 电流从这边过来 走这里 短路它就不经过这个 完全经过这个 就是完全经过这个 然后从这里过来 断路就不走这里了 好 那这个是 4欧姆 12伏特 12伏特 所以它的电流呢 EMF over R 那就是12 被4来除 3安培 所以题目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你先决条件 你要把 把这两套要记住 这两套要记住 记住哦